今天我们来看一看2019年的黑山100万港币报名的这个短牌赛啊 现在是44名牌手参加比赛 还剩38个人 淘汰6个人 不过这个比赛现在还是可以报名 就是你现在来了交个报名费还是可以参赛啊 看这个翻牌 翻牌可以说是678啊 三张连在一起的牌 枪口位的AQ孙弗林是来自一位来自中国的牌手 但这个牌面跟他关系不大啊 因为他A是买5678吗 是买9的顺的 但发出9吧 是吧要有上10 A还是下顺啊 A可以当5的就是56789 90啊 这6789090直接击中淘悬 跟你闹呢 下注8切 A7要尻吗 A7选择尻啊 A7现在是7一对 是吧 他是一个中对 如果别人是一些买牌 是吧 比如一张9 9勾这样的牌 这是他赢这样牌的 9勾什么6789 买上下顺子 转牌发了一张10 90 藏一枪啊 假装有点怕这个 怕这怕这个牌面 他现在好像他中个顶对8 怕别人有张9是吧 反抄自己控10似的 这牌有张9有张10 都是反抄我一对8了 他骗过了 鬼人瓦的 鬼人瓦的 果然转偷机了 7一对转偷机 其实他这牌 正常而言 别人是买牌的话 他一般 他这会不会下注的 这牌有可能买上 有可能重拾啊 都比他大 他这里边完全就是转偷机啊 A7转偷机 打对方的气牌力度 他觉得对方是对8这样的牌 90这里边会尻啊 尻的概率大一些 因为这里边他瑞斯回去 万一别人是9勾的 他尻进去可以藏一些啊 哦 我自己手里边是90 发出了90 桌面发成了六七八九十 90现在他有点怕勾了啊 过牌 A7可能也过了 这里边两个人 竟然最后是个平分啊 这个牌90有点背啊 其实90转牌打的还挺不错的 藏一枪啊 假装有点怕啊 他再一打 也挺像有酒买上顺子的 一打其实对方很容易跑到 运气不太好啊 最后 最后是吧 这么发的牌了 其他转牌 Greenwald都骗过去了 像这个牌手啊 他后边做弹轩是吧 其实 他后边做这么凶的牌手 他搭起来 会有些难受的啊 弹轩这个人 起Race的范围 和别人相比啊 可以说 特别宽了 特别喜欢起Race 对六这牌不错 会尻进去 短牌里边 就什么 不管是短牌 还是正常的德州普克 小队子都是不错的牌 但是多人桌啊 如果桌子人特别多的话 这种小队子也可以不玩的 在前卫啊 他们这短牌赛桌子没有那么多 这肯定一般拿到小队子都要尻的 拿个队子一般就要尻的 这里边弹轩拿到队钩 并没有起Race 也是一个平尻 应该比赛初期 大家一般都稳一点啊 看看桌子上边的人 都是什么样的风格 其实虽然会彼此了解你知道吗 但是有时候 你得试探一下 他还是不是保持以前的风格 有的人也会 短时期内变排风的啊 现在可能都是刚开始 都是试探阶段 看看大家都什么样啊 这手牌A10 两对孙弗林 A9 A一对买花 这A10和A9 这牌力都太强了 A10应该要下一柱啊 这个牌面还是有些湿润的 有花有顺 下6000 说实话这个柱 有些偏轻一点的还是啊 A9这里边是个Easy call 那轮到弹轩 其实一家打一家call 弹轩这牌 不是太call的动了 两家都是买牌 他才能领先 但是这个底时赔率还不错 说实话 6000call进去 一个接近4万的底时 因为底时赔率啊 弹轩这里边选择call 那这样我们来转牌发什么吧 发张10 那这里边假设有边有张10是吧 call进来的 那弹轩也输10了 这里边弹轩就不再回去玩了 也没有发个黑桃什么的 人握到这里边 这里边下柱有点怕别人跑了 那感觉还是会下个柱啊 可以打点A的价值 打点10的价值 打一些买牌吧 因为发出公盾了 其实你要买顺子 你有点怕是葫芦 但是短牌里边花比葫芦大的 像斯福利如果买上花 是要比A10大的 这里边还是要下柱 你中张A这里边还赢买牌 玩踢脚 踢就是踢脚有点差 但因为是买花 这个牌call起来肯定不难的 如果不是买花 你就有点难受了 单是一张A就有些难受啊 但是单是一张A也应该会call吧 应该call这个 这个驻马量call的概率还是大一点 合牌一张7 这样的A是不输踢脚了 这牌都是A1017的组合 假设别人有A的话 AK现在也是A7710 不是AA1010 哦不对还是踢脚还是有用啊 说上三对去了 A1010 还是会说踢脚 别人是AK就是A1010K 还是A1019 这里边A9就没有必要下注是吧 其实对方有什么牌 别人是买牌赢买牌 你要下注的话 不管别人是10 是什么70啊是吧 还是那个 有张7有张10都是葫芦 有张A别人这个踢脚不好 别人什么A勾A圈都比你踢脚好 所以这里边A9 还是过了 这里边其实没有下注的必要 这牌也不太有有必要转偷机啊 对方有可能是买花 买花失败不偷冷 应该这手牌是孙福林 他意识到他可能落后了你知道吧 有点想转偷机 但这里边确实有可能 古人Wild一张10这么打啊 最后藏一枪 就是这个牌偷机还是冒的风险太大了 这是Table3啊 看边可以上去写着100万短牌赛组 赛是Table3第三桌 也可以列为分成小组 这是第三小组是吧 Q6这牌非常的差 A9这牌还行吧 其实在前卫打起来也不那么好啊 其实我还是觉得A7直接气掉了 像A6 A7 A8 A9这样的牌 还是不玩比较好在前卫啊 这牌你中了你也不敢打 你一般也要控持 一旦都有A 别人T也要比你好 你损失的会比较大 没有啥必要去玩吧 说实话 库子涅佐夫9高 哦 这9高好像是选择了瑞斯啊 正 他是装位吗 他如果是尻的话是扔4个红的是4000啊 A高也气排啊 这里边就是库子涅佐夫这个人的形象太好了 他一起瑞斯别人都非常的尊重 这要是弹旋起瑞斯 A高有很大概率会尻进去啊 然后有人说 不不不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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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枪口味的牌 哦枪口味一手牌不错啊 A10同色 就是位置是最差的位置 弹旋拿到90 这牌肯定也是尻啊 90也是很好的结构牌啊 在短牌里边90石钩都很厉害了 哦 这牌口加1位 拿到90不同色 起瑞斯 会多少 有那么一点点猛的啊 这真的就是一个 就没赶上别人有好牌啊 别人有好牌 这牌比如后边有个人抓到像弹旋那种勾勾尻进来 90在前卫 就挺冒险的你知道吧 这种打法 前面A10也是尻啊 这里边弹旋也都知道 谁都知道弹旋这个人这样 这种打牌风格 其实我是不建议拿90 你再凶这么打也有点冒 就风险太大了 三牌对九 弹旋这个牌都是还不错啊 首先勾圈在他的范围里 而90是买上下顺子90勾圈 A10这牌也是90勾圈买上下顺子 弹旋这牌 说实话现在要偷鸡的话 这勾圈和对方关系其实也挺大的这个牌面 这牌面其实和两个人关系都挺大啊 这里边偷的话一枪也不一定能偷下来 看看弹旋那手牌怎么打吧 弹旋这是下注吗 这好像不是个轻注啊 直接选择了Olin 这手牌弹旋啊 这手牌确实有点不太好打啊 就是你下这个就是你下一注这种牌面很有可能被对方尻下来 就是5万的底池嘛 对方一尻下来这个底池也接近10万了是吧 你下个半池他也接近10万了 就后手就还剩 是吧 所以这里边直接就Olin 可能下个注钻牌再再偷也差不多 这里边直接把七雷性打出来 打对方最大的气牌率 如果尻了自己也是买上下顺的是吧 中队买上下顺这牌也还行 就是弹旋啊 风格特别的凶 但是我觉得真的不太坚毅 你拿90杂色这样的牌啊 这要是同色 你再千好加一位喜瑞色 这种打牌非常的冒险你知道吧 非常的冒险 在一个比赛里边有点没必要啊 要常规桌你爱这么玩吧是吧 比赛一般就一条命嘛 但他们这个不到有可不可以再买入啊 就在比赛这么打还是有点太冒险了 看枪口位70不玩啊 GoK这牌非常的不错 是一个很好的结构牌 你知道吧 他只是一个很好的结构牌 Q6这不太好 哦 要三败他了啊 库兹内索夫加注到两万五 库兹内索夫前面刚起个瑞斯 现在又起瑞斯 KJ这牌要不要尻啊 单从KJ这牌而言 就像咱们前面说啊 KJ这牌只是很好的结构牌 他被三败了 他这个牌就 就这个牌力下降很多啊 他非常容易被人主导 就像这样是吧 35对61的胜率 而选择cola 也是因为近期这第二次啊 库兹内索夫很快的又起个瑞斯 有时候你会怀疑别人是不是他的风格变了 那这把库兹内索夫是真有牌 上把他是真没牌 779 这牌其实 对于库兹内索夫而言还不错 因为起的瑞斯一般79这样的小牌 都和两个人关系不大 这里边AK可过可打啊 这里边其实也可以下个轻注 争取给对方打走啊 保护一下AK 他这个时候AK很有可能是领先的 这里边甚至可以下个两万一万五的注 我看看什么情况啊 对方没中什么 很有可能他这么瞎着又打跑 因为他的手里边很有可能有A啊 有最高的高张 但这里边也可以过 过就是空下池吧 反正转牌了也是对方先行动 你可以多获得信息啊 哦 但是这张转牌来了一张勾 这张勾 要不是握得变成了KJ啊 K勾 就是击中了顶队 而且对方 Gain World也知道对方没有 不太可能有什么中期啊 这样的牌力 这里边对勾可能要多少下点注啊 这里边必定有一些买花买顺 虽然对方买花买顺的概率也比较低 但是这里边下注也会 就是库子尼索夫下个小点的注 AK这样的 也有可能尻啊 他不相信你中这张勾 也就可以下个两万啊 两万的注 因为毕竟有一些买花买顺啊 如果这张勾是红桃勾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下注一万五 是吧 对方实在这个牌面不太容易买顺 但圈K同色还真的买十的顺子 可能下两万会好一点 我下一万五 这里边还是下一万五 库子尼索夫一万五都没跟 可能还是他想的时间太长了 让库子尼索夫感觉出来他真有牌了 确实这手牌啊 鬼人握的想的时间太长了 这样的牌至于想那么长时间吗 我乍一看去啊 就是这种 脑子一过就觉得下两万会比较好 他想的很长时间啊 可以稍微想一下是吧 我还是下个两万啊 也别下的太宽 一发出钩啪下两万 这是中钩了呀 也别太明显是吧 但他这个时间有点太长了 让库子尼索夫嗅到了一点风险啊 其实库子尼索夫翻牌的时候 也可以下转牌鬼人握到刚才那个桌 孙芙琳起了一个瑞斯 两万两千 九十也弃牌啊 KJ应该这牌都不会尻啊 像KJ就K和J加上Q这三张牌 都容易被起瑞斯的人主导 K8应该也不再会尻啊 这种情况反而是什么 八九 甚至啊 咱们说甚至七八同色是吧 这种牌倒是有可能烤 什么八九 九十 是吧 这样的牌更有可能烤瑞斯 相反什么9Q 狗K 这种牌啊 圈K啊 他更 更不爱烤这个 三拜 不是加注啊 短牌加注就有点三拜特的意味啊 他没有三拜特强 就正常的都不克的三拜特强 但是很接近于三拜特 四千十六会弃牌啊 狗8要不要玩呢 可玩可不玩啊 弃掉 狗圈 选择尻 看看谭轩是什么牌啊 谭轩他们有很快的尻 其实 其实有点想起瑞斯你知道吧 他在想想要起瑞斯 起多少比较好 他一般一般会这样啊 谭轩这个人 一般他起瑞斯之前 都会想的时间 会比较长啊 谭轩有点这个特点 其实谭轩这个人打牌 还是精打精打细算的 你看他果然是个起个瑞斯啊 他这个人打牌真的是精打细算啊 他这个人打牌真的是精打细算啊 像曹瑞打牌 其实就有点 会稍微随意一点啊 他俩都是松胸牌手嘛 QK加入到两万四 那别人都尻不了啊 又是谭轩啊 打牌风格非常的凶 起瑞斯的频率会高 非常的高啊 说什么说什么 没有这个裁判的说什么啊 反正一般而言 裁判会让你把大筹码放前头 刚才看那个意味 也不是说这一点啊 对 打的这种不算一般 你要把大的筹码放前头的 要不你把大筹码藏后头 别人看不出来你有多少筹码 以为你是个短筹码呢 比如前面小筹码挺少的 最后一推出来 比对方筹码还多 后边全都是 那十万的筹码了 一个的 说防止这一点 大家对你筹码多少 心里有个数 看着筹码你好打啊 哦 谭轩又起瑞斯啊 A高 就是说A10这个人他就是 后边做了谭轩 他就非常难受 你说他尻进来了 是吧 多扔了2000的筹码 然后被起瑞斯 他又是坐在谭轩后卫 谭轩起瑞斯 他A10就可以跑了 就省2000筹码是吧 这样呢 其实他就是打的会非常的难受啊 他A10尻三拜特 不是尻起瑞斯 他挺难受的 他有些难受 但是谭轩这个人又经常起瑞斯 这个牌啊 A10又是中了10 又是比谭轩牌好 但上瓦他也是比谭轩牌好 被谭轩偷走了 也不能说比谭轩牌好吧 团那把牌比差不多 谭轩中了个对9买上下顺子 他是A10买上下顺子 上瓦行也是也是A10啊 谭轩这牌 说实话 说实话 又有点 过牌了 有点也不是好偷似的 过意强看看情况 这张牌 让谭轩现在变成花顺双筹 但是这个牌说实话 也不是特别好偷啊 单看谭轩这个牌 非常适合投机 花顺双筹 带高张A是吧 但是这个牌你不好扮演 你要扮演一张Q的话吧 一般Q flopper就会打是吧 看看对方什么情况 打一张10的价值 一般重视也不相信你有Q 还有打一些买牌的价值 不让他白买啊 一般Q会这么做 所以有个工作6是吧 你一般扮演Q 别人有张10 他也会跟你啊 要别人是买牌 比如什么九狗这样的牌 A狗也是领先他的 其实这里边不太适合 不太好偷啊 两个人都不太可能中6的 我还是选择下注的 其实这里边不太适合下注的 就是谭轩这个牌 肯定是单看这牌啊 牌力是吧 花顺双筹 打边的气牌力很好 但这个牌 我觉得A10应该不会气啊 如果他气 他这会儿气掉了 我会觉得这个人水平 水平可能 但从这手牌来说 会没有那么好啊 这牌你相信中一张Q吗 FLOP一张Q不打 也不是那么合理 是吧 觉得他藏一枪 那这会儿 你肯定不能相信他有Q的 虽然有这种可能性是吧 中张Q藏一枪 AQ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现在你判断不了 是吧 底时刚开始都有5万了 那这会儿五五开的情况下 你干嘛不靠呢 如果你一毛没投入是吧 或者投入的特别少 你可以气掉 这你就相信对方有Q吗 是不太 哦 他气掉了 大概说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相信的 但是他相信了 我觉得这手牌 实应该尻的啊 我会觉得这手牌 不应该气掉 你现在没法判断他真有Q没有Q 加上谭宣这人形象不好 反正他还是气牌了啊 好了那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 是吧 其实这部视频完全可以看到谭宣的风格 是吧 咱们那下次再见吧 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啊 这比赛非常值得一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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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